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潮民频道格仔 Sentino 郭靖彤 大眼在 今天我们就要讲BNO移民梦碎 有一个黄丝家庭 一家大小 姨妈姑姐加12人 打算拿BNO移民去英国 谁知道到处就立刻被人遣返 英国不是无条件接收他们吗 原来这个黄丝家庭 犯了一件小事 就立刻被人遣返 究竟是什么事 我们稍后回来说 之后的就是 英国首相约翰逊 他在昨天 对着媒体公开说 就说自己 一直都是活跃的亲华分子 你们不知道吗 为什么约翰逊无端端瞎大眼说大话 我们稍后回来看看 再之后的就是 美国多地 发生了华裔面孔 无端端被人打的事故 这次可以说到 美国有华裔面孔的地方 就有人无端端被人打 究竟为什么情况这么严重 我们稍后回来说说 最后的就是 解放军 进入警察学院 教我们一众的纪律部队 中式暴操 现在又传到 所有的纪律部队 终于滴起心肝 将旧殖民地时代的东西完全抛弃 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 我们最后回来说说 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分享 赞好 留言 订阅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和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昨天新潮民收到一个消息 消息就是说到 有一个黄尸家庭 一行十二人 就上有高堂 下有妻儿 连起姨妈 姨长表姐 表姐夫 和表妹 整家黄尸家族 打算拿着BNO 参加这个5加1移民计划 这个黄尸家族 深深地相信 英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他们一行十二人 打算去到英国 展开一个他们自称的自由新生活 不过他们小时候也想不到 换来的只是英国人 请他们吃的闭门羹 这位事主 就疑似叫做Billy 他说到 事发当日他们一家人 一大清早6点半就到达了伦敦的希斯路机场 他们坐卡塔尔航空在多哈里转机 同一班机上 也有15至20个 和他们一样理念的所谓香港人 都是去英国那边搞5加1移民 一到达机场之后 Billy就说到 英国人 效率出名了 所以一到达机 排队过关 都排了整个小时 才去到人龙的中间 他说硬健同机的所谓手足 都等到很不耐烦 所以Billy就和他老婆 即直揮毫 在排队的现场 用中文和英文大喊 香港人加油 我猜到了 他老婆肯定叫做巴拉 加上两夫妻 比如说Billy巴拉 你这么说 Billy不承认 他说自己大喊 就是因为不想被外国人看 来显示他们整班手足都很团结 Billy说到他大喊完之后 其他所谓手足 全部震备高呼 也有回应 正当Billy一家人喊完之后 他想着 拿个电话出来 打电话回香港报平安 正当Billy想着拿个电话出来 打到中途 他就说 有一个海关关员 态度非常恶劣 要Billy收回电话 Billy就说 他跟海关说 我也是想打电话报平安 不是这样也不行 谁知道海关你也没理过他 然后一下子就冲来 想抢他老婆的电话 Billy看到这个情况 他就说 自己下意识 立即出手保护太太 隔开他和关员 谁知道英国的关员 就说Billy襲击他 然后不知道在哪里来的 四五个海关关员 立即冲出来 抓了他们一家人入房 慢慢盘 刚才大家都听到我们说的 Billy一家有脑有乱 姨妈姑姐 叔伯兄弟都在世里面 他就说海关抓他们入房的时候 吓得老人家很害怕 又吓得小孩 像个结枝一样 一个正常的人 其实去多几次旅行都会知道 当你去到外国 你下机未入境的时候 在禁区是不可以用电话的 尤其在等着过关的位置 很多时都会有筷子写着严禁使用手提电话 是的 你说得对 但Billy就不是这么想 他说 现在我犯了什么这么重的罪 我见有很多人 拿着BNO 入境英国 搞5加1移民 都是拍照 有些人还拍片放上youtube 不是又是这样 为什么偏偏要针对我 是不是我好欺负一点 这样说 而同一时间 Billy他也叫其他排队的所谓手足 帮他出来做证人 还有帮他向海关解释清楚 因为Billy这个黄丝家族 整家人的英文都是水过不水 就不是很会说 正当Billy向其他手足求助的时候 竟然没有一个人展示他 全部不是假扮听不到 就是低头 有些人就担天望地 连刚才和应他一起叫口号的手足 突然间人集体失聪 什么都看不到 Billy的第一时间非常失望 他感觉到人情冷暖 这个时候竟然没有人肯帮他 他就觉得很生气 那没办法 Billy一家大小终于被带进一间房 进到这间房的时候 官员就不准他们说话 还有将他们的手机全部没收 Billy就说到 这个做法完全剥夺人权 没有自由 当时他不敢相信他自己身处在英国 过了一阵就有两个官员 将Billy和他老婆 带到另一间小的房 隔了不久 就有一个华裔的海关人员进来 当时Billy心想 死了 为什么会有香港警察来了 他很坚称 这个华裔的英国海关官员 是一个香港人 是香港政府秘密派他过来的 数数手指的计算 整间小房 都转了五六个人在里面 Billy除了 奇怪有香港警察进来之外 还很质疑到这么小的房子 逼了五六个人 他说到英国真的没有卫生意识 明明病情这么严重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但是Billy也没有时间再想这些卫生的问题 因为刚刚说到那个华裔海关官员 他的相貌非常凶恶 那个样恶到 连隔着罩都感觉到 还说到他周身都是纹身 这个被Billy声称为香港警察的英国海关官员 一来到二话不说 就要他们全家人马上买机票回香港 不让他们一家人入境 Billy听到非常生气 就说到要见他的上司 谁知道那个英国海关官员就说 这里我是最高级的 Billy一望 发现他肩膀上有三粒花 如果屈指一算 计算我们香港警察的那个头衔 三粒花应该是总督冊 难怪他说他那里最大了 不单止这样 Billy就说到这个 最大的海关官员 态度非常囂張 就把Billy没来没去 一时又带他进小房 一时又带他进大房 这个时候 Billy家里的那些小孩 直接哭得收不了 终于经过九曲十三弯 他们这个黄丝家族 就全部被安排到一个 超大房间 而这个超大的房间 卫生环境非常之差 里面 还有很多不同国籍的人 包括有南亚裔的人 还有大量的黑人在里面 Billy这个时候 就非常之害怕 因为他深知 这些南亚裔的人士 和这些黑人 应该 就是电视机上说到的 难民 这就是说 Billy 这一刻 竟然 和这些真正的难民 被视为同一种人 所以 Billy 心有不甘 他心想 虽然我们一家人走难 过来英国 大家没有听错 他形容自己一家人是走难的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 腹袋有钱 我们不是窮人 为什么要我们一家人 和那些真难民混在一起 不行 我要和那些海关关员说 这样的情况之下 Billy的表姐 就试试另一套功夫 不如不要用强硬的态度 试试用有礼卖的态度 和关员说 花点钱 这样的话 可能这些关员 会安排我们去一间好些的房 正当Billy的表姐说到 我们给得起钱 不如你安排一下 关员哥哥 这个时候 三粒花海关就立即走出来 跟他们说 你当这里是酒店吗 加钱想转房 没得谈 就这样的时间 Billy一家黄丝家族 就在这个被他们形容为烂民营的地方渡过了一晚 之后就被人踢过出境 要他们立即回到香港 正当大家都以为这件事完结的时候 后来所有事情都水落石出了 原来Billy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 就好像我们之前说 有些人 一去到英国 那里就急不及待打卡 不停拍照 还要立即发送上网 来浪费自己 去了英国威威 Billy也很想这样做 所以当时 他拿过电话出来的时间 并不是打电话报平安 而是 想像其他黄人一样 立即打卡 去拿威威 Billy回来香港之后 除了觉得自己 一点都没错之外 还用到一贯黄人的手法 将这个 高级的三粒花海关关员 起底 当然 他有很多解释 他就说到 这个华裔的高级海关关员 绝对是由香港警察假扮 他后面一定涉及一个庞大的组织 因此 为了保障自己人生安全 以免被这些组织迫害 还有保护家人 他现在决定开一个新的Facebook账户 将他这些故事 和海关关员的照片 和他的资料 都放在网上 公诸于世 作为新潮民的观众也很明白 其实Billy这些行为 根本就是想报复 因为英国海关那边 就已经在Billy那本BNO上 丢了个印 这个印非常特别 指到Billy两年之内 不可以再入境英国 和他的家人 全部都被人丢了这个印 他们现在真的可以说是难民 就被英国迫害 因为两年不能进入境英国 就可以去其他地方 说英国回头 谁知道 Billy现在还可以打卡 因为有多少人 拥有这个印 被禁止入境 还是要被英国自由民主国家禁止 真的没有多少人 你很应该把这个印 拍下来 放上网 不过 说就说Billy不让英国两年入境 但是看来 事情没那么简单 事关Billy 把这个高级海关关员的资料登上网 而英国那边 据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因此 英国那边 不排除就说到 将Billy一家人 永世都禁止他们 搭捉英国的境内 所以就可以说到 Billy整家人 拿着BNO 移民英国 去玩5加1的计划 就彻底梦遂了 Billy 如果你有幸看新潮文 我爆了一单独家料给你听 原来背后这个庞大组织 连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也有份 猜不猜到 因为就在你这件事 在香港 全香港人都知道的时候 Boris Johnson在英国 他多衰 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公开证重宣布 他 一直都是 活跃的亲华分子 大家不知道吗 没理由 这个英国首相 一定是在香港警察假扮的 你不知道吗 其实我也是假的 我就是刘德华扮的 就在英国首相的Boris Johnson 无端端180度 扭汰 公开 厚面皮 我一直都是亲华分子 大家都不知道 真的吓得英国的保守党 尤其是南韜文的人 全部站在那里 What 你知道英国的保守党 和南韜文他们 一直都喜欢 对中国的事务 大做文章 乱说来 取得存在感 他们 又说 要因为 姜族 遗族的事情 老屈中国 要玩这个 种族翻牌 还说 要成立这个 独立的专员 团队 要不受限制地 任意 在中国的 遗族和姜族的境内 进行这个 调查 这些说法 离了大谱之余 很明显 就是在这里 杀存在感 Boris Johnson 你知道说什么吗 就说 控制一下你们的情绪 控制一下你们的行为 不要胡说 这些东西 要交由这些 专业部门去调查 这样 Boris Johnson还说 无论情况有多么困难 政局有多么困难 我们也希望在经济和贸易方面 和中国进行多些连结 为什么Boris Johnson会有这样的180度的态度转变呢 因为他其实前段时间才在G7的峰会 希望所有各国 英美和欧盟的各国一起来配合 来到去围堵中国的 为什么 无端端会有这样的态度转变呢 很多人都说 英国现在的情况很严重 整个城市要围堵 而且那些人又鼓臭 学校不能开 这个也不能开 那个也不能开 工会在这里吵 所以他要向这个经济屈祸 所以他不得不就和中国搞好一些贸易 有些人还叫一些数据出来 说中国和英国的贸易 英国每年在中国 入口的东西 是多达5000亿 主要的数千亿都是来自一些 很重要的电子 机器 那些核反应堆 核窩罗 还有 这些家具 衣物 已经占了数千亿 而这些产品 他们觉得是很重要 所以英国不得不低头 其实我觉得不是 我的看法就是要看拜登出来 自从拜登出来 表态之后 Boris Johnson 亦都配合表态 拜登 几天前 就已经出来 跟大家说 美国是回来 说了很多次 说多边主义 是回来 Diplomacy 是回来 我们美国的外交 回来了 我们美国回来了 正式 我们这个自由世界的大佬回来了 这句就是 Boris Johnson 在拜登出来之后 就在隔壁 立喊助威 摇尾巴 这样说的 拜登在这些G7会 G20和 毛尼克安全会议里面 都不断说 不断说 各国都要支持自由民主 来对抗中俄的 独裁主义 但是又没有很具体说我们有什么独裁主义 又没有很具体说我们有什么人权的问题 只是说我们很有问题 虽然态度是这样 但是拜登也很强调 就是一定要搞好这些大西洋 太平洋 这些经贸协议 还一定要拉着中国一起玩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我们 为什么拉着我们一起玩呢 第一 第二就是 他说 无论怎样也好 一定要拉着中国一起玩 还有要中国 他说了很多次的英文原文 play by the rules China has to play by the rules 用他那个 苟然残存的声音 不断说这句话 其实是什么意思 我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什么时事评论员会这么说 但是我也强调了很多次 我们新潮民 就是 这些世界协议 不用真的做生意 就是说一起做生意的时候 然后 就有很多条件 他有大条道理 来监察你的行业 你的做法 有没有违反人权 有没有违反环保 有没有违反这样那样 又找几十八样东西来监管你 之余 还可以大条道你把那些监察小组 组织全部放在你那些国家那里来做监察 然后又要做评估 交报告 然后 然后呢 不用真的做生意的 就这样说你违反了这样违反那样 都自己的内政都逃长路远的了 看来屈钱就直接一点了 所以是这样 Boris Johnson 就180度扭态了 你看看这些白人 政治家 面皮多厚 就是说扭态就扭态了 完全可以不用顾自己的面 那美国那边 在这个民生方面怎么样 好不行 大家都知道 又有寒流又有病情 真是叫做饥寒交迫 但是与此同时 身在美国的华人 他们被排擠和欺负的情况 就越来越严重 我先讲几个地方给大家 我在新潮文之前 都报道了 有些中年华裔的人 甚至不是华裔的人 是亚裔的人 可能是泰国 韩国人 那些都已经在当地被人欺负 还有肢体碰撞 情况越来越严重 吴燕祖 和一众的名人 连韩国的名人都有 一起沿洪 来缺拿这些行空者 情况是有增无减的 华人最高的地方 洛杉矶 洛杉矶 三藩市 甚至奥克林 San Jose 奥克林和San Jose 这些比较少华人去住的地方 都有华人 被欺负的情况出现 在纽约 曼哈顿 Queens 其中有人 甚至是被人打到 很多地方受伤 手指因为受伤 就要忍痛割除 另外 纽约 除了曼哈顿 经常有华人被欺负之外 刚刚新闻又报道 在Queens Queens这些是三番地方 又有华人的女性 又被人在火车里 严重地 打了瓦金 但是有个共通点 首先就是这些全部地方 都是有华人去住的地方 第二就是 绝大部分的 行空者 都是黑人 我们之前的新潜民都分析过 很多人就会觉得 黑人你自己都被人歧视 为什么你不是 同病相连 在美国这些境内 当然不是这样 他们被人欺负的 然后他们要欺负人 来平衡自己 还有那些黑人 经常都借欺负你 找理由来到乘机 抢你东西 抢你钱 我们华人 在美国这个地方 一直都是跟黑人 拉丁裔人 一样 都是移民过去的 不属于他们白人世界的人 但是我们跟他们的分别就是 任何族裔 中东也好 拉丁裔也好 黑人也好 移民过去 但是又要吃那里的福利 我们华人 出名就在那里 做事多 不喜欢吃福利 就喜欢在那里赚钱 做就民生和经济 这件事 可以说是 令族裔的人 妒忌 然后乘机见到你 赚了很多钱 但是有个病情这个理由 就乘机拉到你 来欺负你 其实背后 都是为了宣洩他们对社会的不公 不满 以及乘机 抢钱 抢东西 就好像2020年 那些黑人关理事的组织 说就说社会事件 说就说发声 其实第一件事就是冲进Walmart那里表达他们的诉求 然后满载而归地出回来 美国这里 我想没了两三年 大家都不要想了 去住 移民 留学 这些东西 没了两三年 除非你去那些地方 是很远来人烟 很高级 高级度就不会接触到这些事情 而你不要出去闹市 要不然也挺危险的 当地 已经 今年 2021年 的买工数目 已经破了历年来的纪录 还有很多是首次置业 即是首次买第一只工 而华人社区也是 有纪录 通常我们华人是少买少玩这些 也多了很多华人 要买工来保护自己 总之也是 英美两个地方 针对中国之心 是永远不死 而英美两个地方 我想没了两三年 都不要考虑 是的 所以比利现在用行动来证明 可能他特意拍那张照 也是为了他家人 一世不要去英国 做一场大龙奉 你们猜不到 真的猜不到 原来他质善外国 是的 猜不到 Billy这些就是开玩笑的 但是我们香港的纪录部队 真正爱国 大家知道我们香港回归了23年以来 坊间都有不少声音 想在我们的纪录部队 尤其是警察那里 可以看到 我们解放军的中式暴操 这里就有个好消息 昨天 我们驻港的解放军人员 就去到这个黄竹坑的警察学校那里 去教授我们的五大纪律部队 中式暴操 若杭逊就说他自己一直都亲中 但是我们 就不想亲英 因为由于历史关系 警察的暴操在过往 一直是沿用英式 但是自从我们香港出现了 反政府事件之后 那个口感说一直亲中的英国政府 就在去年8月下令禁止去培训我们香港的警队 换言之 以往警队会找一些精英去到英国的苏格兰场 以及一些暴操的训练 现在就去不了 不过不要紧 因为由昨天开始 我们有解放军培训 因为其实英式的暴操 也不是说是一些很好看的暴操 大家在国庆时候有看过阅兵 阅兵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解放军部队 是非常整齐 走出来的气势 是很威武的 现在警察部方面 未落实会全面使用中式暴操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好的开始 希望来到日后 慢慢中式暴操 就会代替英式暴操 到时警察部队的毕业典例就好像 解放军阅兵那么好看 又整齐 又威武 说起英式暴操 其实 大家不知道 你们也不知道 其实我是懂英式暴操 因为我在中学离开香港读书之前 那几年我都有加入同军 那时候我记得我加入过海同军 我小学也加入了陆同军 因为我自小也想当兵 我小时候也加入过交通安全队 是吗 你那时候应该还是英式暴操 对啊 在我没入队之前他没有收到 因为我一次 就违法过马路 这样吗 我觉得你不进也好 没必要学英式暴操 那我自己觉得英式暴操 就不是偏袒 但是姿势真的比较漏 那只手又摸得太过分 而且那一刻就要把膝蓋在地上 我觉得比较 硬 反而中式暴操就比较瀟 中式暴操表演片 自己也不断地练 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心爱国的 其实你应该在这些位置注意的 但是很不幸地就是 我发觉香港现在很多地方都没有注意到这个 就是其实到了今时今日 我们香港的青少年们他们的很多制服团体 其实都是在行英式暴操 我还记得那时候他宣誓 就是说什么对人民对国家负责任 宣誓什么 紧以致呈宣誓那个时候 那你一直说紧以致呈宣誓 但是又说为国家负责任 但是你在行英式暴操 那你是不是很明显就 令到人家亲英 这件事不对 那香港就有两个我知道的制服团队 是在用中式暴操的 第一就是升旗队 升旗队就是负责训练年轻人 在香港各地来做升旗礼 升旗我们国旗 那你没理由英式暴操升旗国旗 那一定是中式暴操 还有2015年我们香港也成立了一队 叫做香港青少年军 行中式暴操 还有行中式的轻量版军份 给青年人 我觉得那个很有意义 那个等于我们中式的同军 但是我觉得 当无事急 其实真是应该将这些英国人留下来的制服团队 改革 或者直接不要要他 为什么要祝福外国的军人系统呢 所以如果成年人的纪律部队门 率先行中式暴操 那连带来的 连小孩的制服团体 都应该全部转成中式暴操 那就正正常常就好了 对啊 那些英式的制服团体 有时候都常常被人笑 例如童子军又笑他跳弹床 以后转了中式暴操之后 不如索性改回中式的名字 那就不用被人笑童子军跳弹床 还有我觉得这个暴操 除了纪律部队之外 还可以普及到一些中学 因为据我一些朋友 在内地读过书的朋友说 说回来 他们原来说他们中学 是要参加军训的 是要做暴操那种训练的 从而培训的人 会有一个纪律性 正正就是我们香港的年轻人 中学生 就是少了这份纪律性 所以就会搞到有Billy这些人出现 我们香港的教育界 真的要考虑一下 将中式暴操 纳入为中学的课程 其中一部分让学生可以上体育堂的时候 又做一下暴操 训练一下自己的纪律 那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结束之前记得分享 赞好留言 订阅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以及我们的Facebook专页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拜拜 拜拜 拜拜